第七章 因了上帝伯仁的额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 站在地的四角 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上帝的人 他就向那得着拳并 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雪 地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 中博人的额 我听见以色列人 一万二千 拿弗塔利之派中 有一万二千 马拿西之派中 有一万二千 西缅之派中 有一万二千 利美之派中 有一万二千 以色列人之派中 有一万二千 西布鲁之派中 有一万二千 弱塞之派中 有一万二千 帝鲁之派中 帝鲁之派中 一万二千 无数的人站于宝座前 此后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自从各国各族 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高阳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中树枝 大声喊着雪 愿旧恩归于座在宝座上 我们的上帝 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 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 面伏于地 敬拜上帝 说阿们 众赞荣耀 智慧感谢 尊贵权兵 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上帝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上帝必拆去一切人的眼泪 掌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高阳的血 把衣裳洗白正了 所以 他们在上帝宝座前 晝夜在他殿中 侍奉他 座宝座的 要用帐幕 浮备他们 他们不在机 不在渴 日后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全员 上帝也必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中文字幕提供 请订阅 并且这是 感谢观看